上回講到,那個濟公一禁刑廷大人坐頂轎, 整個刑廷大人好像一隻狗一樣四腳趴趴在地上, 刑廷大人的徐從侍衛快點上前扶起大人, 那個陸兵民就發火了, 刑廷大人?精神一請,鐵鏈就撲到細公的頸上, 細公就大聲喊,喂喂喂,別鎖,別鎖, 我來告狀的嘛,你不用鎖我都入公堂的, 你鎖我幹什麼?那些牙翼就沒有你那麼多, 一邊喝著一邊推,死和尚,你還來告狀, 你斗膽連大人頂轎都推,一會兒你就知未到, 我知大人最拿手就是大刑伺候, 和尚都被人打慣了, 你這個死和尚還這麼困難? 還不趕快進去?又推又推, 張濟公推入公堂, 一會兒,這個精營墊追撲的刑廷大人陸兵民上堂, 他現在一吐火, 吩咐立刻帶和尚上堂, 他就打算不用審了, 立刻抓去打死了事, 誰知道祭公剛剛走出來, 旁邊一個家人, 就在刑廷大人耳朵邊小聲說, 大人,這個和尚不能打的, 他是靈隱指祭天和尚, 秦成相好看得起他的, 幾次請他入府醫病辦案, 大人如果打他, 就得罪了秦成相, 這樣就不得了, 這樣呢, 舊時做官那些人, 最重要是討好上司, 精官發財都是靠上司押頭的, 那個陸兵民, 做這些傷天害理之事, 要陷害劉永恆, 無非是討好秦成相的兄弟王盛先, 現在聽到說, 這個和尚是秦成相好看得起的高僧來的, 經常出入相府, 心就想, 哎呀, 好在沒有打他, 原來他跟成相有交情的, 難怪他這麼放肆呢, 陸兵民就低聲下氣說, 和尚, 你是個出家之人, 做事就不應該這麼魯莽, 你有什麼冤枉之事, 慢慢說吧, 制公就說, 那我又不是說有意衝撞大人, 大人就不用騙, 陸兵民呢, 現在反過來, 怕得罪制公, 疑得怪, 打發脫走就了事了, 聽到制公這樣說, 就乘機落臺街, 好好好, 和尚既然不是有心, 根本愿念在你是個出家之人, 也不會怪罪於你, 好了好了,你走啦, 哈哈, 唐唐唐義品大官員, 認聽大人, 平時惡官, 現在這麼低聲下氣, 根本來也算了, 知道他制公偏偏不肯了事, 他不只不肯走, 他還叫冤枉, 冤枉啊, 冤枉啊, 大人, 你要幫和尚主持公道才行, 陸炳民沒辦法, 趙又問, 和尚, 你有什麼冤枉的事, 要本院來處斷呢? 大人啊, 這樣的, 昨晚有個做官的人死了, 當然他平日作惡多端, 專門去奉承上司, 陷害好人, 還強搶人家妻子去討好權貴, 你說, 這樣的人死了就一定去十八層地獄的嘛, 啊, 知道他的家人想請和尚打齋, 說要盜他聖先啊, 那我就說, 你選什麼人上聖先呢, 就多難, 不過你要多收些銀兩, 分不快給那些牛頭馬面, 看他肯不肯通融啊, 那都已經說好價錢的了, 誰知道昨晚我和尚主持也不空, 有三宗喪士, 我那些和尚不夠, 還差一個, 我就找了個光頭佬來頂月檔, 啊, 只不過光偷又不懂得念經啊, 看著唱戲文, 啊, 打完齋了, 桑家說不算帳啊, 他不肯給銀兩要再打多一次啊, 連宵夜都不肯給, 真是打完齋就不要和尚啊, 這樣怎麼行啊, 大人啊, 你說, 那樣死了個壞人, 就橫組入地獄了嘛, 啊, 他又賴我們和尚啊, 啊, 又不肯給銀, 那樣怎麼對呢? 那陸秉民一張真, 真的生氣到整身打爛, 哎呀, 你這死和尚啊, 你分明的智喪馬懷, 居然在公堂上來都侮辱我, 這個堂堂義品官員, 現在這麼多官差都要聽著, 被你這樣罵我得了的, 我不管你是承槍的什麼人, 我打你一頓線, 最多我就找承槍認罪, 我說不知道承槍跟你有交情就是了, 不知者不罪, 難道承槍會霸我官嗎? 那陸秉民一拍京堂木, 和尚你鬥膽, 公堂之上門口胡言亂語, 搖亂公堂, 賴出去, 還說重打八十大板, 幾個行刑的大漢, 上前來都捉製工了, 一個按頭,一個按腳, 一個拿起棍就要打了, 只聽見,哎呀, 一聲, 大老爺在這裡叫, 喂喂喂, 他打人而已, 他自己叫什麼呢? 原來形成大人陸秉民, 剛剛就喊了一聲, 打, 打, 還沒有講出口, 咦? 他的肚子被人咬了一刀, 咦, 就喊了一聲, 一摸肚子, 糟! 那肚子好像大鼓一樣, 連肉帶幾乎撞斷了,慘了慘了,肚腩怎麼會變得這麼大呢?現在還顧得打人呢,大老爺就立刻退堂,大老爺退堂,官債就要把世公混入監蔥,那個刑庭大人陸鼎文,掩著肚子就回到後堂,一家人就怕了,就立刻去請本地的名醫,李懷春來看病, 日摸墨,陸墨平和,內裡十二經都沒有病的,那個李懷春追著說明醫,一搞不定就找世公了,這回刑庭大人有病,李懷春就更不敢怠慢,立刻啟稟大人,叫他靈隱子找世公長老來看病,剛好世公現在就被刑庭大人運到監蔥, 這位刑庭大人陸鼎文就救命要緊,立刻派兒子去請祭公出來,祭公這回憶沒什麼流難,一來到就跟刑庭大人摸墨, 大人啊,你這個病呢,是谷氣所致,陸鼎文一聽,啊,說得對啊,確是激氣啊,黃聖先那門親事就看白搞成了,那就是精官有份, 誰知道一場火,整座合歡流燒光,楊氏娘子就撞身火海,現在的化化太罪正在發脾氣,一場深血白費,有什麼辦法不鼓氣啊, 世公就跟著說,不過大人啊,你這套戲呢,又不同一般啊,很難抖出來啊,陸鼎文就怕,那為什麼呢? 因為你這套戲,因為你這套戲是烏煙瘴氣,陰陽怪氣,只有一種藥可以醫的而已,不過這種藥又很難找的嘛, 那個醫生李懷春就說,長老,我開了一間藥財店,什麼藥都齊全的,長老要什麼藥呢? 我這種藥,有得出賣就沒得賣的嘛,長老,是什麼藥,有得賣就沒得賣的呢? 長老,你先開個方,我拿回去試一下,好好好,那,我開個方,一會兒你們找人去藥財店買,看我有沒有,是啦, 製工就用筆在紙上開,就在美藥坊,就吩咐陸鼎文的管家,直接去李懷春那間藥財店買,那管家拿著就去了嘛, 去到藥財店長老一看,直接寧投,喂,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我們藥財店沒有這些賣的嘛,管家就急了,喂,喂,喂, 這個藥坊是寧忍子制公長老開的,現在你那個李懷春先生,還在營亭衙門,和大人看病,等著美藥用的, 哎呀,等都沒辦法的,我們藥財店說沒有啦,那管家就照張藥坊拿回來報給大人, 藥財店說沒有啊,那陸鼎文就問,哎呀,什麼藥這麼難買的,拿來看看, 奧藥坊一看,意見上邊寫著,天理良心一個,要傳個,要紅色的 那陸鼎文就問,哎呀,那良心哪裏有得賣的, 嘿嘿嘿,那不是,我都說有得出賣就沒得賣, 其實呢,也不用買,人人都有過的,大人啊,你只要有良心,判案公道, 那你的病自然就會好,那陸鼎文呢,日理在那裏頭, 是呀,是呀,他一站就站起來大聲喊,全領時候升堂, 他夫人和少爺就說,大人,你這樣怎麼升堂審案啊? 咦,升堂,升堂,我做得虧心事多,我知道的啦,非要升堂審案就沒辦法醫好我的病, 哈哈,真是奇怪的,陸鼎文一叫升堂,咦,肚子當堂小了半嘛, 那醫生李懷春見了這樣呢,就說,大人康復升堂辦案, 那麼小人先走了,還要趕那些祭書看病呢, 好好好,那你走吧走吧,那陸鼎文就叫家人扶穴,開庭審案, 濟公就跟著去嘛,拿張椅子一坐就坐在下面, 那隻牙翼見了和尚醫好大人的病也不敢阻攔啊, 陸鼎文日上公堂就吩咐,將黃龍、黃虎、劉永恆押戒上堂開審, 三個人押都來了,就跪在下面,陸鼎文就問, 黃龍、黃虎,你兩個在白沙江搶劫響響,實死戒響警官, 到底有沒有劉永恆一份,你兩個要說良心話啊。 黃龍、黃虎一聽, 是呀,剛才你已經審問清楚,劉永恆押定口供的啦, 為何大人又是重新問過呢? 當然想再錄一次口供,還是呢? 兩個人就照著柳濟師爺陸宗教的,再說一次, 有,有劉永恆粉啊,他是帶頭作案啊。 陸鼎文一發驚堂目,雲長,你兩個含血噴人, 拉出去給我打四十大板。 刑庭官司就立刻拉黃龍、黃虎出去, 劈劈啪啪啪,連打四十板。 打完了,刑庭大人陸鼎文又問, 黃龍、黃虎,你兩個說老實啦, 到底有沒有劉永恆粉? 黃龍、黃虎也在著想啊, 啊,當然是劉永恆出銀兩來買通這個大人, 要落盈敲打我們兩個那一刻, 哎呀,幾大的咬緊牙關,不要過了口啊, 過了口就一定死的嘛。 兩個人就死咬著說劉永恆有粉, 啊,陸鼎文又是一拍丁堂目, 你兩個到底招也不招, 到底有沒有劉永恆粉? 黃龍、黃虎呢,想著這回死了, 死了,那麽拉劉永恆出來, 是個紐解師爺陸宗教我們的嘛, 剛才大人都幫我們了, 已經判定劉永恆是主犯的嘛, 為什麽突然敢來逼掛我們呢? 劉永恆是主犯, 我們倆還有一條生路啊, 一招出真相就突死無疑的嘛, 哎呀,死就死了,幾大都不改口, 兩個人又沒有改口, 還說劉永恆有粉, 陸鼎文就火了, 豈有此理, 你們兩個死不改輩, 和我打八十大軍, 哇,這回真是打得皮開玉裂, 打完了, 陸鼎文又是一拍丁, 黃龍、黃虎, 你倆沒有良心之人, 你再不說良心, 我就夾生打死你倆為止, 到底有沒有劉永恆那份? 這回黃龍、黃虎就頂不住了, 這麼來打法, 不如去雲陽恥厚斬頭, 一都過還沒那麼辛苦啦, 兩個就功出實請, 大人,劉永恆沒有份的, 是劉忠教我們倆頂盡他的, 什麼說?是劉忠啊? 我都說了, 我都說劉永恆是好人, 是被人家害的, 原來是劉忠這麼沒良心, 來人, 將劉忠押上工廠打的八十大棒, 那幫牙翼的個個惡然, 大人今天做什麼呢? 將他的心腹之爺劉忠都要拉出來打, 那刑廷大人記得下面的警察動篤棋棋棋在那裡不動, 又是一拍京堂木, 混帳, 本院叫棒打無良心之人, 你這幫人居然敢為抗是嗎? 那幫官司見到大老爺發火, 哎呀, 別管他那麼多, 大老爺叫他打就打氣, 現在就入後堂, 將柳濟師爺陸宗拉出來, 那個陸宗還一頭無水, 陸宗已經下令打, 日後打了八十大軍, 打到陸宗皮開玉裂, 陸宗就吩咐, 將這個陷害好人, 無良心的陸宗, 訂架大鎖, 連同黃龍王府三個, 混入死囚監倉, 聽後此決。 官司就將這三個拉出公堂, 拉到監倉, 就剩下劉永恒在下面, 陸宗就說了, 本縣是個有良心之人, 你是好人, 黃龍王府已經公認無你份, 本縣就判你當堂釋放, 那些官司一聽, 喂,大人發瘋啊, 就這樣放人都可以聽? 那個文書就過來說了, 啟稟大人, 劉永恒在白沙江打劫響銀, 殺死冠財, 情同判役, 是由大人親自定案, 已經奏命皇上, 這件案一定是立即處決的, 不用多久,聖旨就要到的, 現在大人無故放了劉永恒, 那怎得了啊? 陸炳文就說, 啊, 要不你多說啊? 我有良心, 嘿嘿, 我現在憑良心做事, 皇上的良心都沒有我的良心, 但是, 我憑良心放了劉永恒, 皇上就管得到我嗎? 那個文書一聽, 哎呀, 這樣說話都說得出口, 殺口都像啊, 糟了,糟了, 連累了我啊, 那個文書就說, 大人要放劉永恒, 我這個文書擔當不了, 大人你隔了我的職好了, 不是說啊, 隔你職是容不義啊, 我就隔你的職以後永不錄勇, 那個暴頭馬紅又上前叩頭, 啟稟大人, 劉永恒不能放啊, 為何不能放啊? 大人, 劉永恒是謀反大罪, 已經是劃了功, 大人又報了給秦城商, 大人現在放了劉永恒, 秦城商如果要過問這件事, 那大人怎麼辦啊? 你放屁, 秦城商做他的乘相, 我做我的刑廷大人, 我憑良心做事, 秦城商沒有良心, 我有, 乘相管得到我的嗎? 我說劉永恒是好人就是好人, 那個暴頭馬紅又說, 大人要放劉永恒, 那就先將夏役隔職好了, 。 陸廷文就吩咐, 人是, 將劉永恒的手扣腳尿, 給我打開他, 靜靜當當, 警察將劉永恒的手扣腳尿打開, 陸炳文又說,劉永恆,你是好人,你是好人,你是被人害的,本官是個有良心之人,然後就當堂將你釋放。 劉永恆是體白必死無疑的,忽然聽到刑廷大人說要放自己走,他自己也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整個惡鬼抬頭一望,見到濟公坐在旁邊,眨眨眨眼,接著又聽到濟公說,蠢才啊蠢才,叫你走,你都還不快點滾,大人一會發火, 又捉你回來你就知死了。劉永恆聽到這麼說,當堂就明白,忍而傷痛就離開衙門,哎呀,這回死過翻山,快快逃命緊要,剛剛落過營,腳都不太懂得動,在街上踏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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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 踏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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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靠祭公解救,否則早就死了。 鄭雄吩咐準備酒菜,來到興賀劉家夫妻團圓,又和陽明接風。 今晚又說祭公,見到刑庭大人陸炳文,放了劉永恆之後,便騎騎笑對劉炳文說, 大人,恭喜,恭喜你,你一有良心,肚子便洗回來了,沒有病了,大人回去睡一覺吧。 陸炳文,肚子,真是康復了。 高高興興便回入府休息,祭公悲快便去鄭雄家, 劉永恆、楊氏、梁子、威震、八方、楊明,一見到祭公來到,三個一起跪下來,多謝祭公救命之恩。 喂喂喂,別這麼多禮,現在你們三個走出龍潭,未來苦悅。 三個人聽到這麼說,又是害怕,師父,那怎麼辦呢? 鏡雄亦都急了上來,師父,不如現在馬上送他們出城吧。 哎呀,現在你們還走得,整門早就已經關了。 我就怕,一會陸炳文醒了之後,夜長夢多,明天又是走不掉。 哎呀,師父,那怎麼辦呢? 鄭雄啊,你不是有間酒樓在北門嗎? 是啊,不過在城內,不可以出門的。 啊,我自有辦法。 啊,你現在馬上找三頂轎,將他們三個偷偷送去酒樓那裏,千萬不要讓人見, 叫他們三個今晚人躲一晚,明天就如此如此,借搬借搬。 啊,鄭雄就立刻軍婦家人,抬三頂轎,將楊明、劉永恆夫妻送去北門那間酒樓那裏。 債工就留在鄭雄家裡,看著喝酒聊天,再說一下刑庭大人陸炳文。 他就放了劉永恆之後,就返回家裡, 在雷上床就睡弱了。 一直睡到三更次睡,突然一閘閘起屋,迷迷懵懵懵懵懵懵頓摸下肚子。 啊,好曬曬呀,就問夫人。 我的病怎麼又會好曬曬呢? 大人,你不記得了,那個天和尚想開藥給你的。 天和尚想開藥? 開什麼藥給我啊?大人,你說要憑良心做事嘛,要開庭審案, 那病就好了。 什麼?我要憑良心做事? 陸炳文一刻,當時整個都醒了。 對了,迎庭大人陸炳文醒了, 以為這個打虎英雄劉永恆要走出林安城就怕沒那麼容易了。 欲知後事如何,請停下回分解。 我 друг家 Els來都由我集採邏安全能。 這樣而言到你, cono不單分解禁有位火業台。 我早就需要找人比較營化時。 他的 шт文神好奇蹟還可以放棄嗎?